雷尾兩世紀,天天無星,大家好,我是雷尾 今天來看土耳其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死灰岩地形 這場比賽也是帝國戰爭 帝國戰爭開局就是28吋,而且是封箭時代 那現在來介紹一下文明 文明的部分是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他的特色是他的火槍部隊 是血量比較多的 不管是要打火槍兵或土耳其火槍兵 血量都是很多的 後期土耳其人可以選擇走肉馬路線 加上馬功或槍兵 因為他的肉馬會自動升級 而且自帶一點的天生遠防一點的效果 所以他很耐抗箭矢 那土耳其人除此之外 他的馬功路線還可以點下金罐 還有銀罐才對,還有這個才藝奇兵 才藝奇兵可以增加他的血量 到達100滴血的重裝馬功 炮兵科技可以讓火炮的射程 增加2點 但是他沒有工程工程師 所以火炮在進攻工程時候 傷害會差了一些 但射程是遊戲裡面最遠的火炮文明 那土耳其人他的打法 槍兵跟毛兵路線是比較弱的 是沒有辦法升級的關係 所以後期還是要做炮駱駝 或者是打大落馬 打攻火槍作為主力 火炮會比較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這一坨對戰 現在MBL 也不是MBL 這個是Hera Hera上方高打D 想要先收到後面的彩盾 怎麼回頭打D處 哇 Hera這波有點小小失誤喔 竟然沒有先把殘血的搞定 再搞到這把他自己圍起來 哇這個手速很快 OK又回來看一下 欸 又把對手的弱馬給吸引走 OK 那Hera呢他的文明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特色呢是他的火槍火炮 可以射得再更快一點 火器單位的攻擊速度更快 而且他有這個寶兵單位西班牙征服者 馬上火槍兵喔非常強大 那他的科技呢 路線是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所以你要走這個戰矛啊 槍兵遊俠都可以打 那他是全能型的文明關係喔 所以他有點nerf喔 工兵的話不能升級奴兵 所以封建時代出太多的工兵喔 到城堡時代的節奏會相當不好 那西班牙人的後期呢 是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後期的話走馬功路線的話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路線 OK那現在這個情況 是Hera出了一些肉馬 出的肉馬是有點多喔 出到了又吐了四隻出來 不想要放棄自己的主動權 不想讓兔方自家一直漏 好那如果這樣子打的話 生死代會生人會稍微慢一些些 而且Hera這裡居然沒有補下四級的關係 所以現在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點下買賣 升級時代上去了 所以YO這邊應該還是會領先非常多的升級時間點 好Hera這邊終於買賣了一下 買了100肉 點下了城堡賽 時間大概慢了一分半喔 欸這裡有個沒蓋好 那看一下YO YO這邊的情況是一樣出肉馬 出到了一樣四隻 就補了一些肉馬過來 這裡點下了品種 待會肉馬就會自動搜尾輕騎兵喔 這是土耳其人 聖城堡時代 突襲最強大的查法之一喔 在土耳其人 其實也很適合打這個競技場 因為自動會升肉馬的關係 不管是要打森旅戰 搶聖物的戰爭 或者是要打馬 可能都是相當適合 或者是要打這個火槍 肉馬接寶兵 都是可以的 那YO這邊是選擇了肉馬轉馬功 選擇了雙射箭場 而不是三射箭場 出馬功路線 因為他有出一些駱駝 那這個路線有可能是要直接開3TC 因為雙射箭場的優點喔 是不會耗費到所有的木頭 那你有機會直接上3TC 然後馬功稍微給壓力的路線 好 沛羅這邊是挖石頭路線 準備要來打這個 西班爾征服者 好 看到這一波 這裡有點危險喔 後面房子快要蓋好 好 再拉一隻聰明過來 把這個房子蓋一蓋 好 火槍弄出來了 好 火槍弄出來了 開始不要走 把部隊全部拉走 沛羅這邊點下一級的弓兵鎧 還有跟蹤技術 欸 這裡低調 難道是要出來蓋TC嗎 所以蓋TC有個好處喔 是旁邊金礦也會比較安全 那這張地圖的特色 就是所有的礦區 都在這個小小的一個點位上 所以打起來會比較尷尬一點 是你的黃金喔 要一直找新的點去挖 好 沛羅的第二個沉重性也不耗了 那現在是3TC打2TC YO這邊有點小小卡農可 農田的部分不太夠 木頭有點爆量 待會可以再補一下農田 那現在13變田的話 會很容易斷村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 YO這邊是有稍微斷下村民的 那沛羅這邊則是出了一些犧牲之後 好 開始買賣一波 想要直接升帝王 雙TC速帝王 現在真的是越打越快阿 好 但是馬功打火槍是有優勢的喔 因為火槍的攻擊速度比較慢 但是點發來說 不過 沛羅是有優勢的 只要操作的好 馬上火槍 並不會太容易打輸對方的馬功喔 如果以對射情況來說的話 還是馬功比較厲害 因為馬功有拇指環的加成 射速還有這個彈道學 準度來說也比對方火槍比較好 所以YO走土耳其的馬功路線 我覺得是相當適合的這個打法 因為對方火槍總是會出給馬功 但是這個遊戲呢 並不會只出一個兵種關係喔 所以YO待會要思考下 要配什麼兵種去搭配比較好 好 沛羅馬功應該是沒了 那馬功配駱駝或是配肉馬 都是很適合土耳其人打法 因為畢竟土耳其人沒有重裝長槍兵 那配肉馬的好處是遠繁高 不需要升級成型塊 那配駱駝的好處就是 黃心需要非常大量 馬功不容易成型 所以YO這邊待會取捨 就要來看一下是要走什麼樣的策略 現在這裡兩邊的遠程單位互相射擊 我們想要溜進去 但是後方火槍已經獨門口 所以有可能要直接分開閃射 HERA這邊有個閃射細節 讓不會所有的火槍都是在同一隻馬功身上 讓DPS就不會有異上的問題了 OK 這樣就搞定了 HERA這邊細節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三級工兵鎧甲也點了 哇靠 這個就是速身帝王的原因嗎 對付馬功策略 希望征服者還有這一類的打法 好馬功現在數量是 只有一些些12隻 那地龍時代的HERA準備要來蓋城堡了 12隻火槍給壓力非常大 好直接射死生女 好直接打破 這坨馬功走過來 然後射穿木牆 好有機會 一條一隻 門改房子 OK 那現在西方征服者很麻煩 馬功對射 現在有時代上的差距 沒有帝王時代要射贏 有三級仿的西方征服者是很困難的 畢竟三級仿的西方征服者是有遠程5點的防御力 馬功則是只有8點而已 怎麼射都是3滴 射子起來威力並不是那麼的強大 而且人家有點8的傷害優勢 所以現在馬功數量不成奇 又沒有帝王時代的三級射跟化學 馬功是很難打的贏對手 好結果馬功繼續給壓力又射死了3隻 那YO現在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走戰毛兵路線 但現在要走戰毛的話 現在資源分配並不是很好 能讓對手有這個 一直出戰毛讓自己斷生可能 所以如果要轉戰毛的話 一定要趕快補更多農田才行 但是現在要轉農田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現在HURA一直瘋狂秀操作 這一些西陣緊急殺掉了19隻的單位了 應該已經超過了 所以一直在躲箭死啊 好細節啊 好 一直走動 再躲掉 後面巨頭出來 開始要封城 這邊趕快拉村過來修理 看帝王時代其實還沒有補下 在城堡打帝王壓力很大 難道這一招是HURA的新招嗎 雙TC速帝王西棒正負責 三級工兵鎧甲 然後轉 填壓城堡 巨頭開拆 那Chelis這個打法對於西班牙來說非常適合 尤其他又有這個工作建築的效率加成關係 所以其實很快喔 就可以把城堡蓋起來了 好 這裡有一些西陣有點炮賽 OK 西陣開始亂彰了 直接把四季帝國當成FPS有戲在玩拉 HURA 瘋狂開射 OK 看高手玩西班牙征服者是一種享受 瘋狂抖動 但我們看不到地方 他有做一些奇怪的操作 不是奇怪的操作 做一些比較厲害的操作 不是奇怪的操作 可是一般人不會出現的一些神秘操作 好 那HURA後方 現在經濟開始比較好 上帝國之後補下第三個承認中心 3TC 開農大量撒農田 這裏面的巨型偷襲拆掉了這些東西 這裡產了兩台衝車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 對於衝車來說有4點傷害 所以射一下是5D 所以也不會說到完全打不動這個衝車 這個衝車一出來 還是有機會喔 可以頂掉這兩台巨頭 只要西班牙征服者走遠了 我就可以出來 西班牙征服者走到我上方 我覺得衝車是這個時候 很好出來的時間點 可是現在YO在憋支援 想要等地獄時代在正式進攻 好 他們在開打 射面的衝車出來了 目標是要打什麼呢 打巨頭嗎 沒有 直接繞幹 沒有打巨頭頂 好 結果這個巨頭好像找不到人生方向 隨便入錯誤的樣子 直接被城堡給射掉了 現在YO很緊張 這樣完全射不動的關係 把弓箭再產一些 待會先產個化學跟三級射 才有可能射得動對方西班牙征服者 好 能歸縮 這邊繼續產 好 升到地獄時代了 這邊事先產了一台火炮 增兵技術 現在沒有兵工廠的關係 三級射點不下去 先點一下 大學也是因為沒有大學的關係 現在沒有辦法補 玩偶好像忘記自己的 兵工廠已經被打掉了 有點尷尬喔 現在連大學也沒有辦法補下 好 但是有免費化學的關係 對 免費化學 這個火炮已經開產了吧 好 這樣子除了7人 現在就有10點傷害了 待會再研發 重裝馬工 當然可以再多加一點 這樣子打西班牙征服者 優勢就會越來越大了 好 這一台火炮 成功守住自己家裡被一波帶走的酒精 再來7半的征服者 再追了再追了 應該是有看到這一坨村民 會不會被發現呢 好像沒看到 打工過來救一下 剛好抓到這一坨西針 西針高達第一 打不贏吧 打不贏打不贏 這坨西針數量太少 好 回頭不要死了一隻 村民趕快跑去改TC 好 正面火炮可以慢慢偷打 但是由於沒有炮兵的關係 現在射程還是稍微差了一些 好 正面的這幾隻馬工可能也沒救 好 三級的弓箭甲 終於要提升好了 好 馬工過來 來 提升 過去要救一下了 這坨馬工開始給壓力 Era這邊直接點擊 西班牙征服者 雙火器文明的對決 白鵝是選擇了 馬工 也不是火槍 Era是選擇了火槍 西班牙征服者路線 看起來西班牙人還是比較厲害一點 但這一坨馬工暫時有點難解 哇靠 死了有點多蠢 你將要把所有的西班牙征 拉過來打才有可能解得掉這一坨 好 現在生物撿了兩顆 OK 這裡又分了兩隊火槍 一隊一發一槍一隻 哇 那個傷也很快 好 有點易傷了 好 快 最後還是搞定 所有的馬工都被槍絕掉了 現在Y.O.要重新再去一波新的馬工 Era這邊有點受不了 開始要轉出射箭場 再要轉戰毛病 好 點下了金罐 霸權科技 好 Y.O.這邊也開始嘗試工程 選擇的是巨型頭系列工程 而不是火炮 跟巨型頭系列工程型速度快 射程又遠 而且不怕被西班牙人遭響掉 這算是Y.O.的一個細節 不一定 一定要打全部 自己的文明的特色優勢的單位 好 現在看起來 Era 可以直接射掉一台巨頭 第二台有機會嗎 等一下 再一發 OK 兩台巨頭都被射掉 OK 兩台巨頭都被射掉 現在後方這裡大圖的馬工很麻煩 現在Era沒有辦法升級戰毛兵 只能先按一些戰毛在這個射箭場裡面 當然這一波有點難贏喔 馬工要過來直接手勢嗎 好 馬工騎兵 還沒有點下精銳 先射掉一隻僧女 馬工原地開射 Era努力使用西醫生做反擊 雖然是積累西班的征服者 血量也比較多了 但對射情況下 馬工還是較厲害一點的感覺 好 但這頭馬工也殺了進來 哇靠 這頭馬工居然沒有人擋 三毛兵趕快成型 往後救一下 風來了 三三來遲 但還沒有三級射喔 好 最後這些馬工 沒有掌聲要跟西醫生繼續打 不要過來後面支援 後方馬工 好 換體射已經好了 三毛兵 終於有點射程了 但是還沒有彈道學 這不是先點化學嗎 要先點彈道學才對 彈道學點完再點化學會比較好 好 這邊死的有點多 說明書已經到110村 正面的新生又開始對決 左邊突然新蓋一個城堡 後方的三隻僧侶開始招翔 但是是招村民 不是招後面的馬工 好 三隻僧侶最後還是倒下 看到學還有10秒鐘的時間 這個城堡最後還是蓋好 OK 後方火炮灑了一發 好 順利收掉火炮 走之前還是解決掉了一個火炮還是蠻賺的 這看起來Hera還是不虧 這波交戰之後 感覺變成有點五五開了 好 現在YO支援量是稍微有點回溫了 好 上方經濟也開始擴展起來了 這坨戰毛兵讓Hera又變成了家裡守住的狀況 但也不用怕這坨馬工走進來 自己戰毛扛不住的問題 好 後方開始轉肉馬了 肉馬轉出來 讓肉盾扛一下傷害也不錯 好 後面補了一個修道院 好 下方現在是想要蓋城堡 快礦軍能夠守住的話很好 三隻犧牲過來 看到應該是很難守 正教派兵過來才擠得掉 好 上方有個大量馬工繼續驅趕 這邊不坐線 但是肉馬直接被城堡給射掉 看起來YO也是努力尋找Hera的破口 Hera這邊防守機就做的還是很不錯 現在我戰毛兵也有犧牲 好 犧牲再把我砲給射掉 YO現在有點尷尬 三級馬凱 準備提升完畢 肉殺面村民只剩下三隻 肉馬上前直接把殘血巨頭給收掉 第二台蠻血巨頭是已有機會 後面犧牲嘗試努力拿下 OK 這一波打完 巨頭還是走住了 OK 大肉馬現在有七點遠防 非常厚實的防禦力 殘血巨頭現在還不夠 好 努力用馬弓直接射掉 魚群手機 魚頭射掉 等保就是鎖住 那Hera這邊有個問題 這個二級的伐木 到底哪時候才要點呢 好 拉了一些馬弓過來 Hera有看到 的 好 現在射馬技術也補下 Hera的防守能力也會好一些 講比較多了 現在大肉馬上過了 攻也點了 戰毛兵配上希望征服者的路線 這裡操作要好 第一章要打肉馬 戰毛要打碼攻 OK Kero這邊有在做手動操作 我們這些肉馬直接被西洞給打倒 剩下兩個舞台 不行可惜 對魔攻成戰打得很緊張 這兩位都不敢掉以輕心 下方的這隻西洞居然還活了下來 繼續騷擾 哇哀哀下方實在是太難受了 後方的城堡 怎樣只剩下不到一千滴 四台巨頭 居然被打掉了一台 好 那只有補到第五台 好戰毛兵趕快點刷 後方的西陣瘋狂想要阻止這一圖的 貨馬加進 這時候Hera開始轉出了馬卡 難道是要轉牛俠了嗎 好戰毛兵活了下來 娃娃這坨馬弓 看起來是無能為力了 然後沒有漏馬 這坨馬弓就解決不掉 這這坨戰毛就解決不掉 有馬弓的話沒有漏馬 雖然可以打西陣戰毛一樣無法解 有漏馬的話沒有馬弓 西陣也解不了 現在娃娃有點頭疼了 到底要出什麼才好 打一些陣地戰的話 可能才是要先把泡兵點出來 這個Hera這邊失誤 兩台巨頭直接走到最前方 直接被換了400斤 哇這個失誤有點尷尬 最近的巡路有點怪怪的 有漏馬但是上線 巨頭新三台努力強烏城 後方馬弓開始在換掉 馬弓 換掉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西班牙征服者數量還是慢慢不去補了上來 但是最後的重點 三台巨頭還是拿下了 城堡又再次守住 上方居然有兩台巨頭在偷拆 Hera直接拉拉村過來想要打下 OK西班牙征服者 聰明攻擊力可以高達9點傷害 手撕巨頭 甚至輕而易舉 Hera最後還是轉出了游霞 西班牙人轉游霞策略 中午要開始了 中午有機會點下重裝馬弓 好這張血量就可以高達100滴血了 中裝馬弓終於成型 後面是大弱馬稍微繞一下 上方這個城堡要是被拿下來 北方的經濟就會失守 好 那現在YOO是正面就快要守不住的狀況 到底要怎麼擋了 而且現在Hera已經轉游霞了 不配戰毛B了 而是配游霞 這個組合是西班牙人後期的 終極組合 低增配游霞 OK 但是還是用一台巨頭 CB拿下 但是城堡應該是守不住了 好游霞繼續扛 非常耐射 游霞的血量非常的厚實 180滴血的血量 對上100滴血的馬弓 兩邊都是坦力十足的單位 好西班牙戰物者射得有點歪 但是YOO的正面完全扛不住 現在要打贏這個打法 只能轉出大量駱駝 但是YOO正中駱駝 現在還沒有辦法去提供升級 可能要擋不住了 沒有駱駝 游霞跟西貞都很難擋 YOO 這個馬弓 這個游霞怎麼 怪怪的 OK 游霞開始亂串 破命的僧侶 這個怎麼 突然卡住在砍牛田了 怪怪的 好一直游霞往上看 看後抓去村民 到這個時候 還是不想投降 覺得自己還有機會反打 最近這一團阻力還沒有損失掉 29隻確實還有機會 好巨型投資機怎麼直接走到人家臉上 怪怪的 最近的巨頭 常常不會自動架起來 感覺HERA 一直被這個搞到的感覺 OK YOO這邊打出了GG 恭喜HERA拿下 比賽勝利 最後HERA指出了100隻的犧牲 對上203隻的重裝滿弓 這個殺敵術 看來時代真的是不同了 槍還是比較好用 會操作的槍更可怕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有YOO 拿下木材跟石頭勝利 剩下黃金跟石屋 都是HERA 贏下的比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